如果未来你假设有个网站 反正这个网站 你希望把它转成一个手机的APP 基本上我们是一二三四 里面的话有摄影名词 点进来有一个名词 然后有一个种类 种类有四个 所以你可以分成四个page 那相片欣赏 其实当然有四张图 实际上我们当然这些还没做完 其实也可以再把它细分成 四张图就四个page 一样可以做个清单 这边是超连结 不过我觉得这个如果将来 放在手机上还是大大的比较好点 然后最后有个意见回复 意见回复的话 也许这边是用email信箱 不过也许我们可以结合 那个google的表单 然后让它可以填写 也真的可以把意见传递给你 那所以我把这个网站 假设我要把网站变成一个APP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刚刚做的动作 就是先建 所以做的流程前面都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完成的画面 这些都有架构图 怎么建一个网站 然后建一个新增一个page 设定等等这边都有 然后总共的话会有 五个页面 在五个页面里面 做后续的动作 包含列色view Netbar 这个前面都有做过 所以回去如果有一些细节 假如你不太熟的话 我建议你多多练习 另外多一个什么回红键 下一页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增加我们刚刚讲的 有page 2-1 page 2-2到2-4 那实际上你可以不需要重新再插入页面 其实直接从上面复制贴就好了 但是我是最怕同学 对于那个左边的那个标签 不熟 很容易复制贴上失败 其实感觉好像没什么 但是真的你如果选错了 结果贴了就会错 ok 那最后做完的结果 我们大概demo一下 基本上就是一 秀出来 我有把图也放进来 所以我刚刚是放了这个camera 这个people 然后呢可以点选其中一个让他下一页 这个是相机种类下一页 这个相片欣赏将来可以先第一个page 第二个第三个 不过这个还没做 然后再来的话意见回复这个还没做 这个下礼拜再看 然后点击这个 数位相机种类的话 这边还有一层 有没有 我有把图放进来 所以你可以分别把 这上面的图找一下 然后下一张 数位相机 清片相机 然后玩具相机跟这个什么pilot等等 那也可以回首页 这个回首页是回相机种类 再回首页的话就是最外面了 基本上这样已经大概架够有了 那我们其实主要是利用 这个素材 一个网站 帮我们变成一个手机的app 所以以后 如果你看到某一些网站 你要把它快速变成一个手机app 大概遵循类似的流程 你一个app就做出来了 ok那请各位也许细节的部分再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 期末的部分 因为如果拿这个来考试 我看应该很多人会 很惨 因为 所以怎么办呢 不如就是给各位一些空间 你也许有些细节部分 记不起来没关系 网路上都有参考 所以我有一些 反正做过我都把它放云端上面 但是前提可能你真的要花时间 因为这东西如果你没有花时间 真的 还蛮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但是如果你把那些细节都注意到了 我觉得你要做一个app 并不困难 那目前的产业现状 我想只要有网站的公司 他都会想要做出app出来 所以那如果你想要 甚至你要创业了 你干脆拿这个来接案子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还是有商机的 说app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很困难的 那对你来说 如果是简单的事情的话 真的你也可以甚至拿这个来做一些创业 你如果价钱又比人家便宜的话 像那个小玉你看 他大学还没毕业 就已经有这样的收入了 这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300多万 而且还是1到9月 10到12月还没出来 他是七十几万 一百万 第三季是一百六十万 第四季多少 不知道 不过我看那个新闻一出来 底下就很多酸民开始在酸了 那就是说啊 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脑筋啊 然后呢 还公布自己的薪水什么的 我在想说到底谁没脑筋 对不对 公布了还是继续看他的一天 对啊 所以他聪明啊 你看那个影片观看就是马上破百万了 到底谁没脑筋 我都搞不清楚 现在很多酸民 只要你做一点事情 他就在底下酸 好连我的影片也会被酸 我都觉得不知道说什么 哇有什么好酸的 帮你来做 你做给我看好了 对不对 不过我是没有这样讲啊 我直接移除就好了 也不见为敬 因为你不需要跟一些 怎么讲 他你们基本上你的基准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做事情 就让你们有到台上的经验 大家就知道 上了台之后的心情完全不同 而且你是要做多少准备 你才能够秀一点东西 对不对 有的时候其实 台上者的心情 他台上要准备的那种 花的时间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基本上尊重 所以我是比较倾向去尊重专业 无论那个人是什么 但是他有他的专业 那我基本上是抱持一种 因为每一个人会养成一个专业的背后的辛苦 时间其实都是难以估算的 你现在能够真的在台上 没有两把刷子 你怎么可能 对不对 那就像你们来前面 你大概就知道了 但是你们就是要朝专业去迈进 你如果没有两把刷子 人家为什么会花高的薪水请你 绝对不可能 天上掉下来什么 所以我常说天上只会掉下鸟屎 不会有天上掉下来什么 像我是 我是觉得我是比较是属于那种 一步一脚印的 慢慢的没关系 但是我是长远规划 比如说像我手机APP 手机APP课程 也不是本来我就教这个课 我是怎么开始的 有一个手机APP证照出来 我第一时间就马上报名考试 多辛苦啊 你没有要学我把多少书 可能好几个晚上不能睡觉 要K 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拿到那个 那个证照 之后发现奇怪什么一些 那个证照课程的邀约 就从此没断过 所以就踏上那个 教APP的这条路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蛮努力的 每一次上课我都把它录影下来 而且课后还写个部落格 后来居然被邀请到那个东南科技大学 他们的那个一个研习营吧 里面做的全部都是 那个科大的那个资讯系的教室 就是为了跟我学什么 手机的设计 那个大概是几年前 大概五六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简直是 他早上一找校长来致辞 校长致辞完之后才是我上课 光那个心情就觉得 非常的忐忑 不过很多事情还是 过了那个过程之后 很多事情就变简单了 所以经历过那个 不过还是平常心面对 反正你就照平常表现 你还能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那当然有些时候机会 就像这一次那个东吴找我去当 APP的评审老师 我有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找到我 因为他说老师我Google了一下 那个APP教学 APP教学跟APP设计教学 你都排在前几名 因为你Google一下 真的耶 那也不是作弊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至少写了几十篇上百篇的 有关那个APP设计相关的部落格文 的教学文章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去搜寻 那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 就是针对今天的部分 先把那个 我们今天所讲的先完成 那因为后面还有部分还没完成 那下个礼拜 我们再接下来再来看 那做完之后也许啦 还是一样 你把它换个素材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范例其实可以拿来做一些相簿 或者来做一些介绍 其实都还蛮好用的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 现在这个类型今天可以不要教 但是请你把它先存档 因为如果你没有存档 下个礼拜就拜拜了 下礼拜你要重来一次了 所以今天我把它放在那个 低碟里面的东西 还记得就是 也许先把它扣走 因为我发现我们这边连低碟好像都有环游 我这边像上次做过的东西 放在低碟居然不见了 所以如果说要把它留下来的话 那就先把它存起来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